在一个繁荣的纺织商人家庭里, 官家以其卓越的经商头脑和丰厚的资源而闻名。 这对年于六世的商人夫复过着舒适的生活, 膝下有一对儿女。 女儿名叫官云霞,已经接近三十岁,尚未婚嫁。 儿子名叫官则成,二十六岁,已婚。 妻子沈与妃此时已有八个月的申孕。 然而,命运的变故不期而至。 某一天,官则成在回家的路上遭人谋害,不禁离世, 这个家庭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和震惊之中。 这突如其来的悲剧, 让夫妇二人不仅悲痛与绝,且深感不安。 尤其是因为他们对南丁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深信不疑。 他们担心,如果神与妃所生并非南海, 家族的继承和商业帝国的延续将面临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 女儿官云霞提议在西府神与妃生产时准备一个男婴, 如果西府所生为女, 则以此男婴替换。 这个提议虽然冒险, 但在那各种男性女思想盛行的时代, 显得和情和理。 最后, 在神与妃分娩的那一天, 天从人愿, 她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 为了巩固计划, 他们对外宣称这是一对异卵双胞胎, 杰夫和瑞夫。 这一决定让家庭在悲伤中迎来了一丝安慰, 全家沉浸在新生命的喜悦中。 这对双胞胎南海的到来, 为官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也埋下了日后无数故事的种子。 随着国内局势的不稳定, 站稳的阴影逐渐笼罩这个富裕的家族。 官家决定离开故土, 前往美国寻求新的生活。 这段迁徙之旅充满了挑战和未知, 但他们相信, 新的土地将为他们提供更安全和稳定的未来。 然而, 家庭内部也在此时出现了裂痕。 儿媳神与妃因无法忍受大顾观云霞的磕带, 决定离家出走。 他随后改嫁他人, 留下了年幼的双胞胎。 这个变故让官云霞感到深深的责任感, 他决定承担起抚养杰夫何瑞夫的重任。 官云霞为此放弃了自己的婚姻大事, 一心一意帮助父亲照顾家族的纺织事业和双胞胎, 成为了家族中间的力量。 这段迁徙和家庭变故的经历, 不仅改变了双胞胎的成长环境, 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日后生活。 他们在新环境中学习成长, 逐渐融入美国社会, 同时也承载着家族的期望和责任。 在美国的成长环境中, 杰夫何瑞夫面临着文化和语言的双重挑战。 他们从小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和家族荣誉感的熏陶, 同时也接触到美国的自由文化和多元价值观。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兄弟俩各自形成了独特的性格和兴趣。 杰夫性格外向, 善于交际, 对商业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常常跟随姑姑参与家庭事业的讨论, 展示出国人的领导才能。 瑞夫择教位内向, 沉稳谨慎, 对技术和创新有着极大的热情。 他喜欢在实验室里探索新技术, 并且在学校的科学项目中多次获奖。 姑姑关云霞在教育双胞胎方面采取了严格但不适关爱的方式。 他注重对他们进行文化教育, 同时也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兴趣和专长。 尽管家庭的过去有着沉重的历史, 云霞不希望这些阴影影响到他们的未来。 他教导他们, 无论身处何地都要不忘处心, 记得自己的根本和家族的荣誉。 随着时间的推移, 爷爷奶奶相继离世, 杰夫和瑞福逐渐进入成年, 他们的生活道路也开始分道扬镳。 杰夫选择进入一所著名的商学院, 主修商业管理。 他的目标是未来能够接管家族的纺织事业, 并将其发展壮大。 他在学校里表现出色, 不仅学业优秀, 还参加了多个学生组织, 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 瑞福则选择了一所顶尖的技术学校, 专攻纺织技术和工程。 他对计数细节有着深厚的兴趣, 并希望能够在家族企业中引入创新技术,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他在校内的研究项目多次获得奖项, 并且与多位教授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尽管两兄弟在不同的领域发展, 但他们之间的联系依然紧密。 杰福的商业敏锐度和瑞福的技术专长相得一张, 他们常常一起讨论未来的事业规划和发展方向。 他们也意识到, 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兴趣和专长, 但家族事业需要他们的共同努力和贡献。 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逐渐意识到, 家族的兴衰与每个成员的努力息息相关。 他们感受到来自姑姑的期待, 也认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他们决心不辜负家族的期望, 为家族事业的未来奋斗。 随着双胞胎逐渐成长, 一场家族内部的争斗悄然展开。 当年离家出走的沈玉飞突然回到家族, 声称自己有全参与家族事业的管理。 他带来了一些律师和证据, 试图证明自己和他的孩子 在家族遗产中的合法地位。 关云霞对此感到极为愤怒, 他认为沈玉飞的出走 已经断绝了他和家族的关系, 更何况他多年来对双胞胎的照顾 和对家族事业的付出不容忽视。 这场争斗涉及家族内部的 法律和道德问题, 双方在法庭和媒体上 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沈玉飞甚至威胁 要揭发关瑞夫的身世。 最终, 关云霞评级坚实的法律基础 和家族成员的支持, 成功地在法律上 捍卫了家族事业的控制权。 沈玉飞的诉讼失败, 他的要求被法院驳回。 为了照顾亲生儿子关杰夫的感受, 他决定对关瑞夫的身世 暂且保密。 这场斗争的结束 不仅让关云霞和双胞胎 松了一口气, 也让他们更加意识到 家族事业的珍贵和重要性。 这场争斗让双胞胎 看清了家庭内部的复杂性 和人性的阴暗面。 他们明白到, 家族事业 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载体, 更是家庭成员之间 情感和责任的纽带。 他们对姑姑的感激之情 更加深厚, 也下定决心在未来更加努力, 为家族的荣耀而奋斗。 经历了多年的学习 和家庭内部的纷争, 杰夫和瑞夫 终于成长位又担当的成年人。 他们开始在家族企业中 承担起重要的角色, 逐步接管企业的运营和管理。 兄弟俩在公司的不同部门 各自施展才能, 杰夫负责市场营销和管理, 而瑞夫专注于技术开发, 和产品创新。 他们的个人生活 也逐渐稳定下来。 杰夫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友, 两人共同热爱商业和创业精神, 瑞夫则在技术圈内 遇到了一位同样对纺织技术 充满热情的伴侣。 这些关系不仅丰富了 他们的生活, 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家族企业的贡献。 在这一阶段, 双胞胎兄弟深刻理解到, 家族事业的成就不仅依赖于传统和经验, 还需要新的思维和创新。 他们开始探索如何将现代技术和管理理念 沿入传统的纺织业, 并且努力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他们的努力逐渐显现出成果, 公司的业绩开始稳步上升。 在这个过程中, 姑姑关云霞逐渐退居二线, 让双胞胎更多地参与公司的日常运营。 他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使得兄弟俩更加自信地领导家族事业。 同时, 双胞胎也对姑姑的无私付出和教育深表感激, 决心不辜负他的期望。 就在家族事业步入正轨的时候, 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打破了瓶颈。 瑞福在一次例行体检中意外发现 自己的B型血精与官家其他成员的O型血精并不相符。 这个发现让他大吃一惊, 也引发了他对自己深识的疑问。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和检验, 瑞福得知自己并非官家亲生, 而是多年前被收养的孩子。 他的亲生父母通过DNA数据库找到了他, 并希望与他相认。 这个消息对瑞福来说既是惊喜, 也是挑战。 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份, 如今突然得知这个真相, 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亲生父母的出现带来了新的情感挑战。 他们希望瑞福能够回到他们身边, 弥补过去失去的岁月。 瑞福对这些亲生父母并无太多感情, 但他也不忍心拒绝这份血缘的召唤。 他开始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是留在养育自己的官家, 还是回归到原生家庭。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瑞福最终决定不回归原生家庭。 他认为, 真正的家庭不仅仅是血缘, 更是多年的相处和情感联系。 他与杰夫以及姑姑关云霞之间的情感无法割舍, 而官家多年的养育之恩更是他无法忘记的。 瑞福的这个决定在家族内部引发了一些讨论。 他坚定地表示, 自己已经是官家的一员, 他的未来将与这个家庭和家族事业紧密相连。 这一决定也让杰夫感到欣慰和支持, 他们两兄弟之间的情感和信任因此更加坚固。 亲生父母虽然感到失望, 但也尊重瑞福的选择。 他们理解瑞福的感受, 并愿意保持联系, 但不再强求他回到原生家庭。 这一事件让瑞福更加坚定了 自己对家族和家庭的责任感。 他决心用实际行动来回报官家的养育之恩。 瑞福拒绝回归原生家庭后, 双胞胎兄弟更加投入到家族事业中。 他们决心通过努力和创新, 将家族的纺织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杰福专注于市场营销和国际化战略, 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瑞福则继续在技术创新上发力, 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 家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他们不仅继承了姑姑和父母留下的遗产, 还将其发扬光大。 姑姑观云霞看到他们的成就, 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他知道, 这对兄弟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 家族的未来在他们手中有了保障。 兄弟俩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功 不仅是对家族的报答, 也是对姑姑多年来无私奉献的回应。 他们决定将企业的一部分收益 用于慈善事业, 以纪念姑姑对他们的养育之恩。 这些举措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提升了家族企业的社会形象。 在双胞胎兄弟的领导下, 家族纺织事业成功地扩展到欧美市场。 他们引入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和创新技术, 不断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品牌形象。 通过参加国际展会和建立跨国合作伙伴, 他们成功地打入了欧美高端市场, 赢得了国际客户的信任和认可。 杰夫·何瑞夫意识到, 全球化的市场需要他们不断学习和适应。 他们积极吸纳外部的管理经验和技术, 并且在公司内部推行现代化管理制度。 这些改革不仅提高了公司的运营效率, 也让他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同时, 他们也重视企业社会责任, 积极参与环保和社区建设活动。 他们推行绿色生产, 致力于减少环境污染, 并通过各种慈善活动回馈社会。 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品牌的形象, 也增强了员工的凝聚力和自豪感。 家族企业在欧美市场的成功不仅是经济上的成就, 更是家族价值观的体现。 他们的努力让家族的荣誉和传统得以延续, 也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监视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家族的纺织事业已经发展, 成为一家跨国企业, 官家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了稳固的地位。 双胞胎兄弟不仅继承了家族的事业, 也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始终不忘孤孤关云霞的教诲和支持, 感激他多年来的无私奉献。 在故事的结尾, 双胞胎兄弟组织了一次家族团聚, 包括杰夫的亲生母亲沈宇飞, 以及瑞夫的亲生父母, 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 都参与了这次聚会。 这次团聚不仅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解, 也是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展望。 他们决定在未来更加紧密地合作, 共同面对可能的挑战, 并继续为家族的荣誉和传统而努力。 这个故事通过多代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动, 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 以及家族责任和个人选择的平衡。 结局不仅是一个家族的胜利, 也是对家庭价值和个人成长的赞颂。 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看到了一个家族如何在困难和挑战中成长壮大, 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 这个结局为整个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同时也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思考和启示。 希望这个故事能够引发观众对于家庭, 责任和自我成长的思考, 也为更多的家庭故事提供灵感和启发。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 请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